Hit FM 联播网 好的 時間是晚上的10點 大象體操 Hello Hi 聽說他們非常的緊張 對 你可以告訴我你現在有多緊張嗎 超爆緊張 那到幾分 1到10分有幾分 8分吧 8分 好 那還好 還有2分可以那個 退步一下 好 剛剛我們在上一個小時 講到Ben Howard 就是他的爸爸媽媽 從小就在聽60年代70年代的歌 所以他有一個老靈魂 那這個大象體操呢 有三個人 一個是凱翔 也就是哥哥 他是吉他 對 然後妹妹 嗯 是凱婷 嗨 你負責 Bass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叫家青 喔 聲音好低 嗨 好 他是負責 打鼓的 好 打鼓的 所以呢 凱翔跟凱婷 就是 你們是兄妹 對 然後他們 你們很小的時候 媽媽就送你們去學音樂 沒有 自己在家教 媽媽是音樂老師 喔 他是音樂老師 對 你看看 你看看 所以他們就是這種耳濡目染之下 他們身體裡面也不知道藏了什麼的靈魂在裡面 應該 然後 應該什麼 可能是一些古典樂的部分 對啊 我覺得你們很厲害耶 因為 因為我看到就是你們的那個音樂的風格是被規劃成 不是 歸類為數字搖滾 對 什麼叫數字搖滾啊 呃 基本上就是因為可能一般是以歌曲可能會以四次拍為一個基本的單位 四次拍聽不懂了吧 就是 呃 心跳的規律的程度 心跳規律的程度 對 心跳就是四拍 唯一個單位 喔 心跳就是四拍 對 OK 好 這邊聽得懂 對 然後我們會故意譬如說去變成五拍 嗯 然後變成七拍 或者是七拍又變五拍又變四拍 就是變來變去 就是Radiohead那樣 很討人厭 滿討人厭的 或是印度的音樂啊 印度 他們數學很好耶 對對對 有一種這種感覺 那你有去過印度玩嗎 其實滿嚮往的 真的 對啊 那印度 那你跟大象有關係嗎 有 怎麼關係 就是團名有大象 對啊 所以 好好 等一下 我要先把我那個 等一下 那剛剛那個嘉欽啊 就是打鼓進來的時候 就 他打了一個骨 我想說他緊張打了一個 打了一個骨 打了一個隔啦 就當作你的開場白 對 因為 呃 前一陣子去看了醫生 就是 他說你怎麼了 就是我每天都會異常的 一直瘋狂打嗝 為什麼 然後他 我就 他就問我說 那個 早餐到幾點吃 我就說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睡到中午 就是大學生生活 不太規律 有時候睡到中午 然後 起來就直接吃午餐 嗯 他就說 反正你這個齁 就是回去早睡早起啊 然後三餐正常吃這樣 就不會打嗝 對 然後 我媽就很緊張 我媽就說 那要不要做什麼檢查 醫生就說 醫生就很冷的說 不用啊 反正就是回去就 早睡早起正常就好 然後 就我媽就很緊張 可是醫生就 就是 很冷靜 對 然後就是他排了超久的隊 醫生只跟他講了這些話 然後就 也不用吃藥 對 呃 他有給我三顆小小的 說是 為他命 那個腸胃可以正常移動的藥 你應該要吃一些 類似什麼 好 算了我也不知道 也不能講名字 好啦好啦 反正你就早睡早起 就那你就記得吃早餐啊 不要三餐不定 好 好快喔 我剛剛那首歌都聽完了 其實第一首聽的是 我很喜歡的GAMES 就是在網路上面 也很多人點閱率很高的 這首歌 好 那剛剛問完那個 打鼓的鼓手嘉青話之後 就是他打歌是因為 欸 那個三餐不正常 好 然後現在要問 剛剛有講到關於 因為我們在講數字搖滾 然後講到拍子 講到拍子 我們就想到印度人的數學很好 因為他們很多音樂都是 要算來算去的 對 那就是你們這樣子的數字搖滾 跟印度 跟大象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你們 叫做大象底操啊 呃 大象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的Bass 特別重要這樣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用大象來就是 呃 代表我們的Bass這樣子 然後 所以體操的部分 就代表我們很輕快 然後 比較不一樣的節奏 我知道 就是有那種很胖的人 卻很靈活可以跳 對對對對對 哦 就是沒有肢體障礙的意思 對對對 然後呢 因為你們團裡面 就三個人 然後妹妹 下是Bass手 所以就是你們對 八道四練是女生嗎 音樂上是 是他哦 他很霸道 很霸道 音樂上他很霸道 那所以 哥哥跟那個嘉欽 都要聽他的嗎 沒有就是 等一下 嘿嘿 你看霸道霸道了 等一下 不准講 不是因為 就是我發現 我會在練團式的時候 都會一直把印象調 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然後我還會一直說 可是我都聽不到我的Bass 然後圖嘉欽就跟我說 那是因為你爸到我習慣了 就是你已經都習慣 只聽到自己的Bass 不想聽別人的東西 哦 原來如此 那哥哥就OK嗎 就一個讓妹妹的心態 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嘉欽 你跟就一對兄妹組團 有什麼想法 我就是 那個 在旁邊看戲就好了 好 大象體操 三個很可愛的年輕人 就是他們很特別 他們玩的音樂叫做 數字搖滾 跟拍子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們的專輯 不是 他們的歌裡面 都沒有人唱歌 請問你們的新專輯 聽說今年準備要發行 對不對 對對對 是我們的首張EP 有四首歌 都沒有人要唱歌嗎 呃 就是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一直 有留一個小驚喜要給大家 就是這次的EP發行 我們找了一個 很知名樂團的主唱 然後來跟我們合作 對 但是現在還不能講是誰 很厲害的 男人嗎 女人 男人 知名樂團喔 對 人類 知名樂團 幾個字 欸 哈哈哈哈 馬上就要套人家畫出來了 好 沒有關係 大象體操的 你說有四首歌 對 的這個EP 對 會在什麼時候發行 五月初 好 沒有關係 就是五月初還很久 我們先來講講 你們最近最快的表演 是什麼時候 呃 大港開唱 沒錯 有大港開唱的巴士 搖滾巴士 應該有很多就是 人要搭巴士 下去玩 對 呃 你們怎麼去 我們是 我們是高雄人 所以我們等於說 我們提前就會回家 哦 就是 然後帶爸爸媽媽一起去看 大港開唱 所以那爸爸媽媽有看過 你們演出的嗎 有 唱唱看 唱唱看 那他們覺得怎麼樣 呃 他們叫我 頭不要扭那麼大力會受傷 因為我很靈活啊 好來大港開唱 大港開唱的時間 有沒有 誰講 誰要講 都是我講話 我我我我 來 哥哥說 呃 今年2013年大港開唱的時間 會在本週的 禮拜六 禮拜天 然後活動約莫 從中午就會開始了 對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 超級宇宙無敵好看的團 會來 有誰 有誰你很喜歡的 呃 Grizzly Bear 然後 然後 醋子毛 醋子毛 然後林森祥 萊巴貝貝 Chuck Chuck Mow 就是香港的樂團 對 然後也是我們 就是 貝貴類在樹枝搖滾的 這一派的樂團 是 他們跟盧凱彤 對對對 有一個專長 對對對 盧凱彤 我看他練團說 自己覺得有點緊張 你說大港嗎 對啊 他開玩笑的 我也覺得他開玩笑 對 他謙虛 他謙虛 還有誰你很喜歡 嗯 我也很想看Boris 這次有很多的舞台 有幾個 有五個舞台吧 我印象 我記得那個名字很特別 對 那你們在哪一個舞台 卡摩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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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意思 對 就是那個意思 好 卡摩麥 然後還有 海浦龍跟 鹿行龍跟 海龍王跟 南霸田 好特別的舞台名字 你們在 卡摩麥舞台 嗯 好 好啦 有幾點 你要說一下 呃 7點到7點40 第一天 第一天 所以 大港開唱有幾天 兩天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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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我看一下網站上面 他們都有那個 交通住宿 嗯 就是有已經 好啦 我想 我現在在講 應該都來不及了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很多人 都已經準備好了 對 大家都蓄勢待發 蛤 會不會在 那兩天 然後台北都沒人啊 跟過年一樣 就答 我們要去大港開唱 Bye 希望 希望可以達到這種程度 好 我也希望 好 那你們 要不要在 欸 我們剛剛都有講了齁 時間 對 時間講了 要來喔 對啊 妹妹講一下 因為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有跟那個 今年的大港女神 誰 王欣凌 大港女神 王欣凌 對 然後他們是跟胖虎一起 對 就他們是合體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比較 勢丹力包 可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哪會 你們那麼胖 大象體操欸 欸 他們沒有很胖啦 他們的音樂很胖 對 因為我們 我們的時間 跟他們剛好是同時段 我們非常的擔心 台下沒有人 不會啦 要有自信 嗯 對啊 王欣凌是小鳥 你們是 大象欸 哈哈 欸我真的覺得有很多演出的 我都很想看 像馬克白啊 超帥 Easy 好帥 那我懂你意思的成草 嗯 我都覺得應該很不錯欸 嗯 之前我們也有放過八厘米的歌 在節目裡面 我放他們歌的時候 因為沒有唱 然後都要講很多很多的話 那對於這個數字搖滾 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已經聊了三首歌的時間 好快喔 可不可以大象體操 你們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聽數字搖滾要怎麼聽 而且你們歌名是怎麼取出來的啊 歌名其實有一點 不一定是怎麼取出來的 就是有點亂 有時候是亂取 是不是你們先把名字定出來 譬如說我這個歌叫滷肉飯 然後我們三個人一起在彈奏的時候 就是滷肉飯的那個畫面 其實不是欸 喔不是 所以我想說 OK OK 好那是什麼 就是通常我們不是 就是可能一般的 人在彈奏樂器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畫面的想像 但我們很純音樂就是 我們沒有在想畫面 而是就是音樂都已經完成以後 就會再去想說 應該要叫什麼名字 對 所以一切是以音樂先行 然後文字跟圖像會在之後才加進去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 尤其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會數不一樣的牌子 譬如說 有一個人數的是四拍為一個單位 我們會 有人會說五拍為一個單位 會不一樣 然後會交錯 然後在最小公倍數的時候 就會合在一起 最小公倍數 對 20 我聽不懂 就是 就五個四跟四個五 就會合在一起 聽不懂了吧 好沒有關係我跟你說 其實啊 就是聽音樂 對 不用完全聽得懂 你就是去感受 就是去現場點個頭 跳舞 跳個舞 我就覺得那是 就是就好啦 而且不一定 譬如說像我數學很爛 可是我很喜歡大象體操啊 我就硬要就是讓他們來給我訪問 就來給我聊天 我想看看他們 對 就是數學很爛的人 就是也可以玩數字搖滾啊 也可以聽數字搖滾 因為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對 對 只要你們數學很好就可以啦 對 好我們剛剛聽到的歌有GAMES 有日常的軌道 還有 下星 還有你們練團 現在聽到這首歌叫 一起去跳舞 其實這些歌 就是你可以在家 現在在網路上面都可以 查得到大象體操 我非常喜歡他們三個 非常可愛 然後 今天都沒有聊到什麼天 很快時間就過了 我很期待你們在大港開唱的表演 非常的順利 OK 謝謝 那等你們發片的時候 可以再來我們節目裡面跟我們 喔耶 像嗎 OK 希望到時候那個打隔壁也好了 希望 雖然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好 我希望下次你們帶樂起來 一起玩 好 掰 掰 掰掰 對 AI